《环球时报》综合报道,莫斯科靠近克里姆林宫的区域,GPS信号,遭干扰仪式,最近引发外界关注。 而有关部门认为,这与反恐有关。 不可妥协,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中国专家也表示, 确实有很多国家和相关公司,利用GPS欺骗,和GPS干扰技术反制无人机等可能的威胁。 相关系统工作时,将会对附近的民用GPS系统造成干扰。 但他们大多数并不会24小时全天工作。 俄新社16日报道称,针对克里姆林宫附近GPS信号受影响的情况。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警卫司令谢尔盖赫列伯尼科夫表示, 不可能允许出租车通过GPS确定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地理位置。 这与反恐安全有关。 报道称,此前,在莫斯科曾多次记录到GPS卫星导航系统出现大的故障。 例如在2016年,有出租车靠近克里姆林宫时,车上导航已显示车辆位于弗努科沃基厂区。 2017年12月,一些GPS使用者也称,当他们位于莫斯科某些地区时,位置却显示在线列眉睫沃基厂地区。 在回答是否能解决出租车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GPS定位问题时。 赫列伯尼科夫表示,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妥协的。 这是全球性惯例。 仔细观察一下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 特别是在机场也有类似情况。 可以说,现在这是一个普遍问题。 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中国专家表示,这实际上是一种GPS信号欺骗技术导致的地图搬家情况。 使用这种技术时,会对用户接收的真实GPS信号进行压制。 播放欺骗性质的功率更大的伪信号。 当年伊朗破降美国2Q-170隐形无人机,就被认为是使用GPS干扰和欺骗技术,压制无人机接收的真正的GPS信号。 然后将破降机场的GPS坐标,设置成无人机准备返回的基地。 美国大众机械网站透露。 2015年,白宫发生无人机坠落事故后,白宫特勤局也开始测试大型无人机干扰系统。 当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对美国媒体表示,特工在凌晨放飞无人机。 然后查看GPS干扰系统是否有效。 章节,At Sevilla Debt Post,7,531,新西兰周五,遭遇该国有史以来伤亡最惨重的枪击事件。 在克莱斯特撤奇Christchurch,又宁基督城,两座清真次发生的枪击案,目前已造成49人死亡。 48人受伤。 当地时间,周六,3月16日上午,两起袭击的主要嫌疑人,澳大利亚人塔兰特Brenton Tarrant,因被控谋杀出庭。 目前,警方调查正在继续。 在更多细节不断披露的同时,一场关于控枪法规的讨论,也已在新西兰开始。 28岁的塔兰特周六,身穿白色球衣,手带手铐出庭。 预计接下来他将面临更多项指控。 庭审过程没有对公众开放。 当地官员称是出于安全考虑。 据法西社报道,塔兰特在庭审过程中,屡次回头看向媒体。 在两侧警卫戒备之下,他还做出白人至上团体在全球通用的道OK手势。 塔兰特为要求保释。 庭审后被带回继续击押。 他将于4月5日,也就是三周后再次出庭。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扎西尼阿德恩,称。 塔兰特行迹遍布全球。 其中不时出现在新西兰,现阶段他定居在基督城南部的丹尼丁·丹丁·丹丁,但不认为他是长期居民。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斯卡特·莫里森·斯卡特·莫里森,表示。 这名嫌疑人,为极右翼暴力恐怖分子。 塔兰特此前在网上公布过一份长达一六万字的文件。 塔兰特在这份文件里,大肆宣扬暴力右翼思想,自称为法西斯分子。 并表示,和我自己的政治及社会价值观,最相近的国家是中国。 这份文件名为伟大的替换,The Great Replacement,这是一个源于法国的词组,已经成为欧洲反移民极端势力游行的口号。 塔兰特在这份文件中说,他在2017年游历欧洲时,被那里发生的一些事件激怒,就开始筹划这次袭击。 选定努尔清真寺,做袭击目标是在三个月前。 他专门提到了发生在瑞典的卡车袭击事件。 该事件有所谓伊斯兰国的同行者实施。 他还提到法国温和派领导人马克龙的当选,以及法国当前的多元文化状况。 塔兰特说,自己并不想出名。 但承认想让自己的举动得到传播。 他在直播行凶过程中驾车时播放的是塞尔维亚准军事组织的行军曲。 取赞了 种 清洗罪的塞 拉多万 Rodovankarodic 他还把一些曾经刺杀穆斯林和移民的凶手名字,写在自己的武器上。 基督城枪击事件第一位身份被确认的遇难者为纳比达奈奈奈奈奈奈,71岁的纳比来自阿富汗。 他的儿子向AFP表示,纳比生前曾形容新西兰是一片天堂,遇难者中还有来自孟加拉国、印度,及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人士。 警方没有公布遇难者全部名单。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周六表示, 将从法律上加强枪支管控。 据称,塔兰特共合法购买了五支武器,其中包括在枪击案中使用的两支半自动步枪。 阿德恩透露,塔兰特在2017年11月,获得A类枪支执照,之后购买了用于袭击的武器。 有迹象显示,其中一些枪支经改装后,杀伤力更强。 在新西兰,合法拥有枪支的最低年龄为16岁,合法拥有军事设计半自动武器的年龄为18岁。 持枪者必须拥有执照,但获得武器通常不需要注册。 获得执照后,持枪者购买武器的数量不受限制。 阿德恩在记者会上声称,未来考虑对半自动武器下禁令,这个人尽可以获得枪支执照,并拥有如此规模的武器。 人们接下来肯定会要求改变,我也将为此努力。 他说,然而也有基督城居民向法歇社表示,希望枪支管制,不要向膝跳反应,需要开展充分调查。 在此次袭击发生前,在新西兰造成伤亡最惨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在1990年。 当时事件造成13人放生。 1992年新西兰加强了对获得半自动步枪途径的管制。 但之后全面禁止半自动武器的方案,为获议会通过。 塔兰特将自己的袭击过程全程录像,并在Facebook上进行直播。 袭击发生后,这些材料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 尽管各大平台迅速删除相关视频。 但与之有关的图片、动图甚至视频画面,仍被众多用户分享。 Facebook表示,在直播中断后不久,他们收到新西兰警方提醒。 随后删除了塔兰特的Facebook账号及视频。 并将清除所有注意到的赞扬,及支持这起罪行及枪手的内容。 YouTube也表示正在努力清除所有暴力视频。 BBC科技事务记者,珍维克菲尔德·Jan Wakefield,报道称。 这一系列事件再次显示,Twitter、Facebook、YouTube及Weedit是如何尝试应对极右极端主义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失败的。 在大量社交媒体用户分享塔兰特视频的同时,也有许多用户呼吁公众,停止转发相关内容。 一位用户指出,这正是恐怖分子希望获得的效果。 牛津互联网学院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研究人Barov Ganesh向BBC指出,移除视频是正确的做法。 但社交媒体平台,已经给极右组织提供了讨论的空间,而没有提供持续有效的方法,应对这一问题。 他认为,现在社交媒体公司们,需要更加重视这些思潮带来的威胁。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记者李清华、杨幸明、陆军25日在机关礼堂举行颁奖仪式。 1月35日的木材。